素食也可以有自由味 天气越来越热 很容易没胃口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酸辣又开胃的泡椒炒抹芋 我比较喜欢这种老一点的抹芋 口感更加扎实Q弹 这里是一斤抹芋 抹芋切成小条 锅中烧开水 我们先把抹芋焯烫一下 煮的时候加一勺盐 焯烫三分钟左右 捞出沥干水分 放入碗中备用 几锅热油放入准备好的配料 姜丝小米辣 还有一点酸豆角 先用小火把配料炒出香味 还需要用到的就是这一个纯素的泡椒酱 配料干净纯素没有五辛 泡椒的香气十足 馅料满满 我们直接咬上两大勺纯素的泡椒酱放入锅中 和配料一起翻炒均匀 转成大火放入超炒好的抹芋 把抹芋和配料快速的翻炒均匀 再简单调味放一点松茸鲜酱油 一点点素蚝油 再加一小勺盐就够了 再一次把食材和调味料都翻炒均匀 最后再放一点青椒和抹芋一起 再翻炒一分钟 炒到青椒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香气十足 酸辣可口 超开胃 抹芋的口感Q弹又嫩滑 吃着酸爽又过瘾 夏天吃再合适不过了